你當然有聽過啊 沒聽過了 譚道良是我們那個時代 武打片很有名 他是練跆拳的 那個時候他是很紅的 人長得很高也不帥 可是他就是會連三腿 會看哪個片 很早啊 你搜索譚道良 我記得有一個人不知道名字 那個是大概 在三十 起碼三十年前了 然後他去找 我是聽說了 他去找那個富淑雲 富淑雲是中央 國際管出來的 他練棉拳 練很多拳 他的腿相當好 還鬧良去找富淑雲挑戰 就是試了 結果 他據別人跟我講 是譚道良在富淑雲面前 那個根本抬 抬不起腿 抬不起腿來 什麼叫做 抬不起腿 也就是說 當我 你放下 就是人家要用腿 腿的時候 人家要用腿 他的腿起 他的腿起 你的腿起 我的腿 能夠 我能夠擋到他的根 他的腿要起 我擋到他的根 他這個腿就起 起不來 所以 對於動態來講 不是講兩個嗎 一個是力之未發 心聲 力剛出來還沒有發的時候 那個是第一個機會 第二個機會是力已經老了 力已經老了 到尾端 力已經老了 掌握這兩個 他是掌握第一個 第一個 剛要出來還沒出來的時候 把他擋 把他擋到 就阻斷那個流 流流流流動 好了嗎 力量要流出來的時候 力量要流出來的時候 擋到 力量停 停了 這個力量要流出來的時候 擋到 這樣問到 這就是這個道理 好 那我們自己在用的時候 我們自己在用 我們就要保持到 那個力量的流流流流流流動 好 那不懂 好 所以練八卦最重要的 就是體會這個東西 體會力量的流動 力量怎麼流動 遇到阻礙了怎麼流動 好 好 好 一旦 二齟 二齡